線性系統這一塊 這個如果你能用的話可以解決你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而且在Sequential 或是 Paracom 上面都可以做到 我想我們就把這個時間交給方教授 謝謝王老師的介紹 那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這個科學計算軟體 那我本身已經用Petri 15年了 那從我念博士班開始 那很巧的這個Petri去年6月也 為自己慶祝他20週年的生日 那他在那個Argon National Lab 有辦一個Workshop 那他 在會中也討論說在 事實上Petri現在的功能越來越多 那他也希望可以 有很多回饋 那看看這未來的20年或更久 我需要怎麼發展 那我這個主要的教材都是 Petri這個Team提供的 那 我做了一些修正 那這個版本現在是3.6 那大家 請注意因為這個 Petri大概 每半年或一年他就會 提供新的版本 那如果你有興趣 他有一個網址 那你 去做連接之後 你就會得到最新的訊息 那這個是Petri的Team 那現在事實上他的Team 已經不是 現在這個規模 那在20年前就是這個Barry Smith 就是 試試看 這位 那他是主要的這個Petri的那個key person 那他 本身是 紐約大學畢業 可是他當初做這個 他的 博士論文 是比較以理論為主 可是他畢業之後他覺得 這個科 發展這個科學計算軟體 對 整個科學界的 就是貢獻可能會更大 所以他就投入 就是 科學計算的發展 那另外還有一個 你可能大家會比較認識就是 這個Bill Grub 就是如果大家現在有用MPI 那他是主要MPI的那個發展的 的學者 那還有其他的人大概 大家也都 有所認識 那我們這個主要的 這個 課的目標 第一個是我們想要介紹這個 Petri 上Petri 他是這個縮寫 那他 就是Portable Extensible Toolkit for Scientific Computing 這邊有強調這兩個字 一個是Portable 一個是Intensible 所謂的這個Portable呢 就是說 因為現在很多計算的環境 那有不同的作業系統或者是 硬體軟體 那他的目標就是說 你只要發展 一個 程式 那以前的做法就是你可能會有一個 循序的程式 那經過 一些 修正之後你可以做 平行化 那他的主要的 想法就是說如果我們有一個單一的程式 那可以因應不同的 作業系統 計算核心數 所使用的程式都是一樣的 那只是在你的那個 指令的一個 設定做 做變化 那還有另外很重要就是 Extensible 因為這個軟體本身它是一個 Open Source 所以你的那個 人時碼都可以 很輕易的取得 所以如果你自己想要發展一些新的 演算法 就是你想要發展新的一些功能 Patchy是蠻容易 做到的 那這跟其他的 套裝軟體是很不一樣的 那第二個我們的目標是我們想要 他介紹這個怎麼寫一個complete parallel linear PD solvers using Patchy 那Patchy 他之所以強調他還提供一些 interface對其他的 solver package Patchy他有一些局限性 他主要就是 針對線性跟 非線性的問題 那可是 譬如說 有人可能有興趣是 特徵值的問題 或者是其他類型的問題 事實上都有一些其他的 package可以跟他相容 可以 可以做使用 那 這個 這句話是Barry 他很久20年前 所說的 就是這也是他為什麼要發展這個 科學計算軟體的一個動機 就是說 Developing parallel non-trivial PD solvers that deliver high performance is still difficult and require months or even years of the concentrated effort 所以 他的 發展這個軟體的動機就是說 如果你要發展一個 就是 多尺度或者是 多重 物理的一些 解法 在目前為止還是非常的 困難 而且需要很多人工去 去寫這個程式 那 他就希望可以降低這個 這個 這個困難 而且是希望可以 減少這個發展這個程式的這個 計算 的時間 譬如說有些人是比較 有興趣的是應用層面 那如果你有提供一個 蠻完善的一個 好的一個解法 那他 這些 應用端的人就可以 可以 比較 就集中注意在 應用的部分 那可是他也強調 這個是 說這個 PD solver 不是一個 black box 不是一個 黑盒子 那 他也不是 silver bullet 就是 他不是一個 所有 問題他都可以解決 他還是有一些 覺悉系 所以你還是要需要 有一些數學的訓練或者是你可以知道這個演算法的一些 背景知識 然後你才可以讓你的這個解法可以達到 最有效的 的 的表現 那什麼叫Petsy呢 這邊有一些 很 很簡單的 簡單的 summary 第一個就是 他是一個 freely available supported research code 所以他是 他是不用錢的 就是說你任何人你都可以 從他的網頁 把他 下載下來 而 裝這個Petsy 那他 不跟你收任何的費用 那他有一個available這個在他的網址 在這裡 那他還強調說這個東西他這個package是 free for everybody 而且如果你是想要做工業的一些應用 譬如說某些套路讓你需要 使用他的某一些 solver他也是允許的 那就是在一些 智慧財產的那個規定之下 那 也很重要的就是他是有一個 hyperlinked 我們待會看 就是他有一些連結 的documentation 那這個東西是 很多 研究的code 很缺乏的部分 因為大家如果有發展程式的部分 如果你是從 你學長節那邊拿到的程式 那你可能 很難去讀懂他到底 是什麼 什麼一回事 那基本上他有很完整的這個 文件 而且他有一些 user menu 你可以去參考 那更重要的他有一個 many tutorial 這個 style examples 就是說大家如果 有興趣要學這個 Pacy怎麼寫 那他有一些例子 那我們也建議說如果你 你現在想要學Pacy 你就是看 他的一些基本的例子 然後你就有一些 基本的認識 這樣學起來會比較快 那他也是有這個support 就是 就email他 他有一個提供一個email 可以 如果你有任何的使用上的困難 你都可以 都可以問他 那可是我是在這邊建議說 如果你有問題你可以先看他有一個 常問的問題 你先看一下 因為基本上他回的是 蠻快的 就 Barry 他可能 24小時 他都很投入在這個 所以他 對你的response 會很快 或其他 人會很快 可是 為了要減少他 的一些 工作量 就是有些問題如果 我 譬如說有些人已經會了 你就先問問看到底是 是怎麼樣 那他 他可以用這個 如果你會 C或4chan 他都有一些support 好 第二個就是他是portable to any parallel system supporting MPI 所以如果你現在的系統可以支持這個MPI 基本上你就可以裝Petsy 那他現在裝Petsy的 程序是越來越 容易 所以 待會我們會看 那他是從1991年開始發展 那現在 第二版本已經有6萬個download 當然他有一些support 主要就是 就是 他們 美國的那個能源部支持 那Petsy的基本觀念事實上是 很簡單 他有點像 MateLab 所以如果大家有學過MateLab 事實上 他事實上也是朝這個 方面去走 那有三個問題 你在 在寫這個Petsy的這個程式 有三個問題 你可能自己會要問自己 第一個就是 How to specify the mathematics 就是你怎麼去定義你這個數學上的一些東西 那在轉換層 资工或 computer science 就是說你 怎麼去定義這個 有一個data object 就是資料的物件 那在數學上就是 向量或者是矩陣 那第二個就是 說我們怎麼去解這個問題 那在 那在 资工就是 會有一個solver的object 就是有一個解法的物件 那這個解法物件 Petsy基本上 是有三個功能 一個是linear 跟non-linear 還有time stepping 那待會我會 介紹這三個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那還有就是有一些 就是這個 平行計算會有一些複雜的東西 譬如說你怎麼去 產生這個網格啊 或者是一些資料怎麼排列 那這是我們大概的 計劃 這邊是介紹Petsy跟 跟現在有的一些software的一些關係 那以Petsy為核心 那這周圍有一些 各自發展的 現在比較重要的科學計算軟體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認識哪一個 那跟我們比較有關係 就是這個super LU 這就是那個 Lawrence Berkeley 那個Sherry Lea他發展的 那他主要就是平行跟 平行的LU分解 那 為什麼有這樣的圖呢 因為 這事實上 在美國 這都是在美國國家實驗室 或者是研究單位發展出來的 的那個 科學計算軟體 那在過去 10年 因為 他們 美國國家實驗室有特殊的任務 所以 他發展的程式也是有特殊的目的 那可能會有一些 程式或者是 Software package 他有特殊的目的 而且有時候會有 就是 功能會有重複 或者是互補 那可能在10年15年前 那這個東西都是各自發展 那後來 後來他們就覺得 應該要有一個整合性 那現在大部分就是以這個 PACY為主 那他會去提供一些 介面程式去 去連結這些 不同的 解法 譬如說 Hybrid就是做那個 Multigrid 的一個 Package 那Serenos 也是 Archicult Multigrid 那還有其他的 像Tao就是做這個 最佳化的 所以各式各樣的 Package 那現在 PACY 幾乎都跟這些 都有連結 就透過那個 介面程式去 連結 那這邊就是大概的 一些Package 那 這邊 就是 使用Package 成功的例子 事實上這個是 已經很久了 這個是 飛機的 機翼 那以前做這個 數值模擬是非常 困難的 就算只是一個 這個機翼 那主要就是 David Keyes 他 在 16年前得到這個 SEM Golden Bear Prize 因為他 這個 這個 這個工作 那這個工作 主要就是這個 三 三維的 不可壓縮流 主要他的模型是 這個 Euler Equation 那他是 非結構網格 那他的 主要 最多的那個 位置數大概有 11個百萬 就是 1100萬 他這個 本來是一個 Sequential Code 是NASA發展的 叫做Funk 3D 那這個 現在還 不是公開的一個 程式 那主要就是Anderson這個 研究員發展的 那 David Keyes 他主要的 工作就是 把這個 把這個 程式 移植到PETSY 那所有的 一些Routine都是 用PETSY寫的 那這個 這個演算法基本上是 Fully Impresses Steady State 所以他有興趣是 是 穩定 穩態的問題 那他就是 引進一個 時間項 讓這個 讓他做數值模擬 直到 達到穩態 那他主要用的 PETSY就是用SNAX 跟這個 Vector Scatter 所以他也有用到一些 PETSY 蠻強大的 功能 那這個 Golden Bear Price 主要就是 那個 ACM 就是美國的 職工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學會 那他在那個 Super Computing Conference 每年都會 除了會公佈 Top500 就是 全世界500大的 Super Computer 就是超級電腦外 那他也會 辦一些 競賽 那這個主要就是看你的 程式的那個 表現 就是平行化的表現 或者是 那個 Skability 就是 延闊性的一些表現 那這個 實際上這已經 15年前 的結果 可是對我們來講 這個Scale還是我們 現在平常 日常生活好像還是 沒有達到的 這個 Y XO就是 Number of Node 因為 當初 的 機器是 純粹是分散式的 就是每一個Node大概就是一個核心 所以你看到這個大概 最大就是差不多3000多個核心 那他這個 主要是 這個是 Fixed Size Paral Scaling Result 那他是 問題 是固定的 那他增加 他的核心數 那 你知道如果你的 程式是 是scalable 就是 延展性的 你的那個 核心數增加 一倍 你會預期你的時間會 降低 那他這個是用這個 Flops 就是 GigaFlops 去 去 measure 那這個虛線是 理想的狀態 那這個 ASCII Rate 可能是那時候Livermore 全世界最好的 那時候的機器 所以你看他 他在這邊表現 幾乎都 表現得非常好 他的scalability 是非常好的 那他有其他的 情況 這有不同的 Measurement 比如說 非線性疊代 那基本上 他的 疊代次數 都跟這個核心數沒有太大關係 那 這個 時間呢 大概就是你增加 Process 兩倍 你的時間大概 變成 二分之一 那當然這邊會 比較不好 因為有一些 資料的傳遞的一些 的 的成本 那還有就是很多 Multi-Face Flows 還有 還有在結構 那 事實上Patchy Patchy有一個網站 這是Patchy的網 網頁 那 他這邊有一個 Applications 有很多很多 Applications 那如果你 你現在有用Patchy 那 事實上也可以 可以 告訴他說你有使用Patchy 那 這是 互相可以 支援 所以你有看到很多的應用 那他的應用 的層面包括各式各樣的 領域 我這邊 大家列一下 譬如說 Naroscience 或者是 就生物跟醫學 還有Fusions 還有在 地質地理上 還有CFD當然是很大的應用 還有各式各樣的一些 一些 不同的 應用領域 那這個是 一張圖可以了解到 這個Patchy的這個結構 那我大概 說科學計算 你看 我大概寫一下 就是 所有的科學計算的 問題你大概都可以寫成 大概都可以寫成這樣子 就是 Partial u Partial t 加上F 等於0 所以大部分的 幾乎 所有的 科學計算 是 用 篇文分方程去描述的問題 你大概都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那 一般來的做法就是 你 時間離散跟空間離散是 分開的 你可以先做 空間 時間的離散 然後再做空間的離散 當然現在 最 比較 先進的做法就是 因為現在計算量越大 你可以時間跟空間的離散 同時做 那 所以如果你 你現在 先做這個 Background Oiler Background Oiler 如果 你這邊會有 un n加e 減掉un 那因為是Background Oiler 這邊的u,你的那個上標就會取成n加1 那基本上就是你會寫成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寫成這樣子,如果你用BackwardOiler的話 這個un就是已知的 那你要去找到un加1 所以如果你寫成,你引進另外一個函數 你可以寫成g定義成 x-un delta t 加上f 所以你會找一個x使得g 在每一步的時候 那這個g 所以你要找到x使得g 那我們通常怎麼做呢 因為這是一個非線性的方程 所以我們可以用牛頓法 應該同學有做這個牛頓法 牛頓法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你去找到一個搜尋方向 那第二步就是一旦你知道這個搜尋方向 你去做不常的更新 你去做不常的更新 這樣子 做這個數值解的更新 那當然很多情況你可以乘上一個參數叫lanta 所以如果你看這邊就包含patchi所主要要解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tindependent問題 所以patchi在最上層會想要解一個跟時間有關的問題 那一旦你做 對時間做離散化之後 你會得到一個非線性的問題 那如果你用牛頓法去線性化之後 這邊你會解一個線性的問題 那這個基本上這三類的問題 就是patchi他想要達到的 就是他的顧客群的所在 一個是tindependent問題 第二個是非線性的問題 第三個是線性的問題 那你當然會說 如果我們這邊不要用n加1 我們這邊 在非線性的下我們會用n 那這樣子 你就不是backward oil了 變成forward oil 可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不需要解任何的線性系統 那可是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不是patchi他想要 就不需要用到patchi 所以patchi主要的工作就是 對這個tindependent問題 而且你是用一個隱式的方式去做時間的離散 那一旦你得到一個非線性系統的時候 你可以用牛頓法去解 那牛頓法在這個 這個層次也需要解一個線性的方程 所以這三個大概是我們patchi最主要的 所要解決的問題 好 再回來 那這個 圖就是這個patchi的結構 那有點像這個金字塔的 樣子 那所以有最底層 還慢慢上去 那從我們學數學的觀點來看 最上層就是ode integrator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那個 有時間向的patchi方程 那一旦你用這個batchi或其他隱式的方式 去做離散化之後呢 你會得到一個非線性方程 所以你就需要用牛頓法去解 那一旦你用牛頓法去解的時候 你有一個jacobin system 你要去做求解 那你可能就會需要這個color of跟precondition 那你怎麼去描述這個線性問題呢 你可能就需要矩陣跟向量 那這個矩陣跟向量怎麼做平行化的存 就是平行化要怎麼去存這些矩陣跟向量 或資料怎麼去做傳遞 可能你就要需要MBI 那當然還會用到一些基本的線性代數的運算 那可能就用blast跟lapack 所以這個大概是patchi的一個基本的架構 那我們使用者呢 我們會站在這個最上端這裡 就是patchi的pde application code 所以你會有一個主要程式 那你會使用這些下列這些不等的一些解法 如果你是一個有時間項的問題 你可能就需要全部的這些物件跟解法 那如果你是只要結一個非線性方程 那你可能需要這個nonlinear solver跟linear solvers 那如果你是結一個線性方程 就我們今天比較想要專注的部分 那你可能只需要知道怎麼去建構這個矩陣跟向量 那當然如果你是結一個線性方程 你可能會比較擔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寫這個MTI的程式過 有沒有寫過 有聽過 有聽過 就是你可能需要一些資料的傳遞 譬如說這個 這個資料不是在我這個 這個核心裡面 你可能要做記憶 就是資料的傳遞 那這個東西是最困難的 那也是最讓大家很 就是 不太 就是學起來會比較複雜 那patchi最主要的 它的最強大的功能就是 它把這些東西都藏起來了 所以使用者事實上 那如果你是結一個線性方程 你不用去擔心這個資料怎麼傳 這個傳那個 這個傳那個 怎麼收這些data 所以就不用擔心這些 比較細節的地方 所以你剛才說它原來design 以PDE 那以這張圖來看是 就比如說PDE的Mess Generator 跟那個線性系統 或是我們要自己去拿到 然後才叫它 就不是創在這邊它直接可以 對如果是你現在有一個PDE 你可能會先產生 如果是用FinalElement 你會產生網格 這個網格就沒有 PASC就沒有提供 可是 如果你要怎麼去 處理這個非結構的這個網格 PASC在3.0之後 就有提供這個功能 去處理這個非結構網格的 這些資料結構 可是怎麼去產生這個網格 PASC沒有提供這個功能 那如果你是結構網格 那PASC有一套的做法 就是很完整的做法 有些問題它 它沒有真的去explicit碰出矩增 那它是 就是但是 那它有就是在像的時候才知道 那樣子它可不可以叫PASC PASC有一個 這個矩陣的型態叫做Matrix Free 就是說它 PASC允許你 就是提供一個routine 去perform這個operator 比如說你給一個x output一個y 可是你沒有真的那個矩陣 它可以 有這樣的功能 那這個東西在解這個線性 非線性方程 有時候也會碰到就是 它叫做Jacobin Free Newton 就是它這個東西 Jacobin它 不是真的去把它foam起來 它用那個final difference 那個方式去做近視 所以是有的 所以Jacobin就是你剛剛寫那個 對就是這個東西 它可以不要把它寫起來 因為如果你用gmres 或其他的方式去做的時候 所以說 事實上你也只需要矩陣 可能乘相量這些運算 對 就我剛剛請問那個 之前黃老師講的那個 快樂 subspace 它只要矩陣相量乘就好 所以你不用真的 把A寫出來 但是你只要會算 那些東西比較不可能 對 所以它跟之前黃老師 方聰明老師 那個快樂 subspace 是可以演習的 對 好 好 那Petchy它 當然現在已經 事實上這個 應該還有另外一張可以做 因為 它最 一開始的起家 就是發展這個color subspace 就是寫的linear system 所以它 現在市面上大概 你在教科書翻 可以翻到的一些 線性解法 它都有提供 因為這個東西 比較 好implement 就是 就是比較 standard 所以它有 各式各樣的color subspace methods 比如說 gm-res 跟cg cg-step 還有很多 其他的方法 那它precondition的部分呢 你們有提到嗎 對 那它主要有兩大類 一個就是 Domain Decomposition的 Edit-Russ 那它 如果你沒有 overlapping 就是沒有重疊的部分 那就是block jacobi Petchy還有ilu 跟lu 可是 這個lu是sequential的 那如果你要用平行的lu 就是要用superlu 所以你在 在 裝Petchy的時候 你要 要 下一個指令 讓Petchy include 這個 superlu 那它主要的目標也就是說 你這Petchy已經是很 很龐大了 那 它不需要所有解法都要有 就看你的需要 那它還有這個矩陣 那矩陣最常用的就是 如果是spot matrix 就是它有這個 Compressed Spots Row 那還有另外一個 叫block Compressed Spots Row 就這個東西就是 對於這個PD system 譬如說你現在的PD 不是一個scaler PD 是一個 Modic Component 譬如說你有 U、V、P 就是 速度跟壓力 在某一個點上 那它 它存取的方式就是 它會把這三個點 會比較放在一起 那它在存取的時候 也是一次就取這些data 所以它在這樣子的時候 在 在 Cache Performance 會比較好 就是你 你 你也知道如果你 資料存取是一個 萬百萬這樣存 Thump 是比較沒有效率的 你可以 就是 一群 你需要這些一起存取 所以它有提供這個 block Compressed Spots Row的format 那 對這個 Modic Component PD 很多應用 它的performance 會比你這個 Compressed Spots Row還好 那 它還有這個 block Diagonal 就是如果你的 矩陣 是比較 Diagonal-wise的 那它也有提供這個東西 那它還有Dance 那當然這個提供Dance 它主要的Target 不是Dance Matrix 那還有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Matrix Free 那還有這個Vectors 這樣子 那現在它比較著重的發展 是這個牛頓法 因為 非線性方程 事實上 在過去一兩百年來 都沒有一些新的 新的演算法 那大部分的演算法 現在認為最有效的 還是這個牛頓法 可是牛頓法還是有一些 缺點 譬如說它的收斂性 會跟你的 起始值的選舉 會有關係 所以現在 像我的做研究是 就是把這個 precondition 這個概念 推廣到非線性的 所以在Petchy 在這邊 事實上也有 另外一塊延伸 就是 對這個 非線性的 precondition 它有做一些琢磨 那還有一些 precondition 還有這個 Time Stepping 那主要它提供的解法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你想要 用其他更高階的 譬如說 Runch Cuda 或其他的 那它有提供一些 介面 去 呼叫其他的 科學計算軟體 所以這個大概 大概是這樣的架構 好 那這邊有列 就是剛才王老師問的 就是 就是Petchy 看起來還蠻厲害 可是它有一些東西 是沒有的 那所以 我們還是要承認說 Petchy它 有一些局限性 那第一個就是這個 unstructured mesh 就是非結構網格的 產生 還有你要做refinement 譬如說 你可以做一些後線估計 那知道某一些網格 太大了 你要在那邊去做 做細分 那這個工具是沒有的 那可是事實上 現在還有很多 市面上還有很多 這種 package 所以Petchy不著重在這 還有這個 low balancing 這個tool也是 也是沒有的 這個在平行計算很重要 就是 就是你怎麼去分這個工作量 那 理想的狀況就是說 每一個人分配的工作量要一樣 因為你知道這個平行 城市的架構就是說 我會把這個很大的工作 分配給 若干人 那如果有一個人 他的工作量特別大 那事實上 其他人都已經把工作完成了 那就會在那邊做等待 那 在這種情況就是要idle 就這邊 就停止不動 也是浪費時間 那其他 那他會等到 那個工作量最大的人完成 才會進行下一步 不然會有一些那個 deadlock或一些問題 就是有一些運算 你不能 有一個人一直跑跑跑跑到終點 那其他人再慢慢走 不行 因為很多運算 是需要大家都 在某一步完成之後 才能到下一步 在平行計算叫做synchronization 就是同步化 所以你會放很多那個 柵欄 就是說 每個人都要達到那個 目標之後才會進到下一步 那 如果你的這個load 不是balance 就有些人 工作量特別大的話 那事實上你的 平行效能會很不好 因為就會 被那個 所 花的時間最多的那個 那個工作 所拖累這樣子 那 他也沒有很好的這個visualization 就是如果你要看到很多 很fancy的那些 動畫或什麼 事實上他是沒有 他有一些基本的 那 那還有這個 他沒有特徵 就是解這個特徵值 可是 他有一個 現在市面有一個叫slab11 那 他 事實上他的功能 現在 可以解蠻多 各式各樣不同的特徵值問題 那如果你有興趣是最佳化 或者是sensitivity 就是 敏感度分析的話 patch也沒有 可是他有一個姐妹的 的 軟體叫tao T-A-O-A T-A-O-A 那他也可以做這個事情 所以他 他這邊 附一個但書就是說 雖然patch沒有這些功能 可是patch does interface to external software that provides some of this functionality 所以事實上很多 不同的軟體 事實上他都有提供這個界面程式 去汙叫這些 程式達到這些功能 好 所以這個大概是 這個就是 flow control pd solutions 所以這個 藍色的部分就是 user要提供的 所以你有一個man routine 那其他的部分呢 都是patch幫你做的 譬如說你要解一個 跟時間有關的東西 那有一個非線性解法 線性解法 那線性解法包括你的 你的precondition的選舉 跟color subspace的選舉 這些東西都patch幫你做了 那如果你是要解一個非線性方程 你可能有兩個東西要自己先寫一個 一個就是 你怎麼去算這個函數 g of x 還有就是g of x的微分 那這東西patch需要你自己提供 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去做 那還有就是這個後處理 你一定要知道 這些解的時候 你想要看這個解的正確性 或者是你想要 研究一些物理的問題 那這個後處理 也是自己要提供 所以基本上 這個是 你在寫程式的一個架構 就是你有一個主要程式 那你要initialize你的這個應用 那其他這個部分就是patch幫你 做了 就是如果你現在沒有特殊的需求的話 就是 那這些東西就是patch幫你去做 那藍色的部分就是 使用者要去提供的 所以如果你看 如果我們只要做線性的部分 那事實上 你只需要提供一個main routine 去呼叫這個linear solver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解非線性的 那你可能要多做這兩個spoot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 這張圖也是蠻 蠻不錯的 就是這個level abstraction in mathematics software 所以這有不同的層次 最上端就是我們人類 對不對 所以你比較有興趣的就是這個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rface 這就是譬如說工程或者物理 他們比較有興趣是要利用這個軟體去 研究一些科學上的現象或者是解決工程的問題 那我們學數學或者數值計算 比較站在 站在這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這個high level mathematical interface 比如說你比較有興趣的是要發展一個離散方法 比如說finite element,finite difference 你要怎麼樣使得你的數值解會更精確 那會是在這個層次 那還有一個層次就是你怎麼一旦 得到這個非線性方程或線性方程之後 你怎麼有效的去找到解 那這個部分就是這個演算法跟這個離散數學的一個層次 那這也是pepsi比較強調的 所以你需要去提供這個一些數學的物 就數學上的一些物件 譬如說像矩陣或者是這個linear equation 就是f of x這樣子 所以pepsi是比較強調這個部分 那在離散方法的層次pepsi比較沒有著重在這個方面 那比較 這個叫low level 實際上這個也是最底層最基本的一些東西 譬如說你這個矩陣成向量怎麼算得比較有效 那這個東西也不是pepsi所專注的 那現在有一些軟體譬如說blast 一些library他可以做這些事情 所以pepsi他強調的是這個演算法跟離散數學的一個界面 這個層次 那在應用端或者是離散方法的層次 但是pepsi比較沒有在關注 那還有這個最底層的這個計算的一些核心技術 pepsi也沒有關注 那我這邊講做pepsi他就是有興趣就是implicit method 就是你這個sum of all variables are updated in a global linear or nonlinear solve 所以他比較不強調這個explicit 因為explicit基本上就是一個很自然而然就可以很輕易平行化的 那你就不需要花很多力氣去寫成一個pepsi的程式 而且這個semi-implicit也不是他所關注的 那pepsi沒有support這些譬如說ADI 就是這個alternative direction interface的這個方法 也沒有使用這個spectrum method 就是高階的離散方法 還有一些particle method 他也沒有直接提供這些support 那這個他的這個範疇是大概就是會 希望可以有一個最新的一個離散方法 那他這個離散方法希望可以有一些一致性 那也希望這個應用也可以對應用端可以比較友善 那我們就是pepsi想做的就是 如果你是比較強調這個 就是這個low level的programming language的話 你可能會就跟人類就跟我們比較有一個段距離 所以他的物件都是會使用在線性代數所使用的 譬如說矩陣啊 矩陣啊或者是向量 而不是那個array 就是那個陣列 就是以前我們在使用那個 這個物件的時候 譬如說 向量我們就用一個一維的array 如果是矩陣的話我們就用一個二維的array 那可是 其實像pepsi他使用的這個物件呢 都是線性代數所使用的物件 譬如說向量啊或者是 是矩陣這樣子 那他有提供一些debugging的一些方法 就是我們這個平行計算最困難的地方就是 就是debug 就是有時候你要發現程式會有一些錯誤 可是你不知道到底在哪裡 那pepsi有提供一些很友善的一些方式去 去看你的這個程式執行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這個pepsi的這個model呢 他的goal是這樣子 就是 他是portable 他希望可以在各種不同的計算環境都可以使用 那也希望他的performance 是可以達到一個令人滿意的部分 那還有就是他希望他是scalable 那我這邊沒有秀這個結果 那現在pepsi現在計算量 使用pepsi現在能算最大的問題 可能就使用的核心數大概已經有25萬 這個規模 可能就好幾個billion這樣子 所以他現在能計算的問題大概是在這個尺度下 那 我不知道大家現在對這個計算環境 譬如說分散式系統跟 share memory 有 有 有了解 OK 那他所取的這個計算環境就是這個distributed memory 也就是share nothing 就是譬如說你有一個向量 這個向量不是說所有的核心都有擁有這個向量 他會把這個向量分割成幾個部分 分別存到不同的核心 這樣子 這樣子 那 那他 可是他執行的程式的時候是同樣一個程式 所以他是同一個程式 可是他的data是不一樣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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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